最后我发觉这一条pattern brush 本身的颜色和contrast都不太合适这个icon 那我就做一些adjustment layer来改改 adjustment layer上期都说过 我们只会用一个level和color balance 首先做了level levels不用一个一字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level 那我们就改一下 数值是25 我想它的contrast更大 那就是0.85和245 我其实只是想改这一条边 但它改了整幅相片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用到cripping mask的功能 如果adjustment layer就简单一点 你读这一颗icon就可以了 一读 意思就是我做这些数值 就只是做给我指着下面这个layer 明白吗 再看多次 数值应该是25 其实就不应该是深色的 这里用1 这里就240 25 1 240这个数值 应该是不合适才会再继续 还有这个我们也想改一个名字 这个是叫做border 你叫pattern 可以吗 然后第二件事 我就在这个level上面 又想再加多一个adjustment layer 那你就选择color balance 记住这个color balance 一字是多余的 因为我只有一个 还有首先先take这个 那你改色的时候 一看就会看到 是正在改你那条border 那么这个就是 red就是40 我改个mid tone就算了 这个就是-40 就是色好像就妈妈的 看看same 好像红得很厉害 不是很好看 这样好像好一点 那我就可能是-20 不要-20 -10 那这里就-50 可以吗 当然这个p-deserve 都会影响了它 就是做得多一点 还是少一点 那就 大体上就可以了 看看 不做的时候 做了 好像不够够的 做多一点 就黄多一点 好一点 那就-80 这些数值没了所谓 你喜欢跟随 就跟了 不跟都- 就是- 纳下去就可以了 好了 做完之后 你可以在这个app icon 这个group 关掉它 其实所有东西都画在它里面 所以你这一条的 vector mask 是会影响了整件东西的 但是你交了功课 如果今次你就要把现在的 这个file save给我 是吧 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里面 再做一些grouping 就更加好 譬如这一堆 是-